猜猜我家月饼在干嘛 哇 漂亮 一下就蹦上去了 它其实是在教它孩子怎么爬墙 它孩子小黑最近经常来我家玩 但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来找吃的 它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女儿怀孕了 小黑现在应该不太适合这样大幅度的运动 看这个月饼感觉它在活泼的像个孩子 现在又想教它爬这个草棚子 月饼 好能爬耶 好得意的样子 有时候我家的月饼也会一两天不在家 我怀疑它会跟着这个小黑一起去户外玩了 这个养猫养狗养的久了 会越来越羡慕它们 看它们多自由 每天不愁吃不愁喝 想吃也会自己也会出去打猎 有时候去外面玩一个通宵 早上才回来睡觉 月饼 你昨晚又去哪里了 饿了吧 起来吃点东西 月饼过来 来 起来吃东西 他已经知道在他的餐车上等我 这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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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斯文就咬了一小口 估计昨天又吃老鼠了吧 吃一会儿还生个懒腰这个家伙 不浪费粮食的好妙 只剩几根小骨头 你们猜月饼现在准备干嘛 首先排除不是想跟鸡玩耍 在一个草前面停下来 它是懂荤苏搭配的 现在院子里又长满了青草 现在又要去干什么大事 吃完就睡 要变猪 主要是现在中午的温度还挺高的 看这个粽子也在家里打盹 想起来小学听数学课犯困的样子 糯米也躲进了它凉快的狗洞 自从糯米上次跟粽子妈妈打架 打赢了之后 它在村里的地位突然就变得很高了 现在村里所有的母狗都怕它 有一只听到它的声音就开始跑 它快看不到了 它还知道站起来看 我感觉给你几年你就快要进化成直立人了 不直立狗 前面村庄那两只公狗 一黑一白又来调性粽子了 粽子这一次有个小帮手 蛋黄 不过蛋黄还小 看到谁都咬尾巴 它还分不清楚这个人情事故 最后把那两只狗赶走了 粽子才会回家 粽子在闻刚刚那只黑狗撒的尿 突然发现我在盯着它 有点不好意思 粽子一般觉得尴尬的时候 它会用手刀舔一下鼻子 你们发现了八卦的月饼吗 粽子过来 我发现了八卦的月饼 我发现了八卦的月饼